但您关心重要的政治新闻 现在国内直辖市从本来的两个变成了五个 行政院为了因应不同的财政需求 今天通过公共债务法修正案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台北市 举债额度大砍了1800多亿 几乎只剩下原来的一半 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太不公平 他要继续争取重新分配 台中市长胡志强也说 他对今天分配到的举债额度感到非常的失望 而在五都当中只有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 虽然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行政院会二十二号通过公共债务法修正草案 为了与国际接轨 债线提准由不得超过前三年 国民生产毛额GNP平均数的百分之四十八 改为国内生产毛额GDP的百分之五十来计算 总债线总金额不变 其中中央政府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二 石家市总债线为百分之七点二五 台北市为百分之零点二二 高雄市和新北市为零点一五 台中市和台南市和桃园县为零点一 在债线不调高的大原则之下 分时者却增加了情况下 台北市成为五都中文一额度不增反减的直辖市 减少了大约一千八百多亿 得知举在空间被缩减 台北市长郝王斌表示非常不公平 在五都里面只有台北市是减少 这对台北市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部分我不仅不认同 而且我会积极向中央来争取 应该在两年以前提出来的法案 拖了这么久 还可能把一锅豪米煮成烂饭 让人很难很难这个沟通 五都中只有台南市长赖清德亲自出席行政乐会 其他县市则透过副市长当场表达不满 财政部强调虽然不调高举债上限 但只要GDP增加百分之一就可以增加一百亿元的举债额度 五都改制升格两年多了 公债法迟迟没有修正 行政院表示行政院版本的公债法修正案 将送交立法院审议 希望能尽速三读通过 记者联系陈宝罗台北报道 活号 吉青 11 感谢观看